新北市三重有一处两层楼老式木材搭建的建筑 昨天晚间发生了火警意外 这火势迅速的蔓延 住在一楼的弟弟及时逃生 但是住在二楼的哥哥 因为曾经中风行动不便 而起火点疑似是在二楼的客厅 当时他是逃亡躲在浴室 就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送医之后还是回天乏术 纯总火蛇从这栋二层楼建筑不断窜出 由于一楼以上是老式木材搭盖 火势迅速蔓延 消防警笛声大作火势几乎要失控 现场巷龙狭小 巷龙队员只能拉水线灌旧 不计民众好着急 就怕大火随着联动建筑物延烧 换个角度从制高点来看 火焰直冲天际 还不断从屋内传出零星爆炸声 失火的民宅一名男子跑出来 神情慌张 愿住在二楼的哥哥还受困火场 这是从二楼前方的阳台烧出来的 然后据我们在现场抢救的状况 也是从关系人所指出的那个位置里面 火是最猛烈 五十年屋龄的老房子 一楼是周姓男子居住 二楼是哥哥 两年前周家大哥中风之后 身体一直不好 火在当时男子躲在浴室 被救出时已经没了 生命迹象 哥哥中风以后就一直休养 没有工作 各自过各自的生活 也互动不是很多 但是也不至于说感情不好 起火地点疑似就是二楼客厅 木材搭开了老房子 当时瞬间陷入火海 行动不便的周姓屋主 无路可逃躲在浴室 两兄弟一死一伤 记者新北市做梦倒